Hello,大家好,我是雷永轩荣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可以减轻我们能量的消耗 其实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少与人发生纠缠 其实只要我们静下心来 我们静下来 我们留意一下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 也就是任何时候我们跟任何人的交往 其实都是在做一次这个能量的互换 渗透 或者说是能量的这个争夺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跟任何人交往的时候 你会被别人的这个思维、情绪、行为所迁移 你只要跟着他的这个情绪走了 被他的行为、思维所引导了 那你们的这个能量就一定会发生纠缠 一定会发生这个争夺、转换 要么你的高了,他的低了 要么他的高了,你的低了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这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朋友呢 你在跟一些人 一些非常正向的、积极的一些人 你在跟他们交流 甚至你不跟他们交流 你只是跟他们在一起共事啊 待一会儿啊 哪怕不说话 你都会心生喜乐、平静的这种感觉 这是因为你获得了来自他的这种平静 喜乐的这种能量 特别是当你好比说你在一个不顺心的这个情绪状态下 你跟一个当时情绪很稳定、状态很好的人 你待一会儿你情绪自动的就平复了 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能量刷一下 倒灌到你这个地方来了 那当你同样的道理 你跟一个这个负能满满 这个各种抱怨 各种看不惯的这个人 你待一会儿啊 他各种给你抱怨 说一些负面的一些话题啊 你立刻你就会感觉精神受到很大的这个消耗 你会感觉很累 你就会跟着他陷入那种不好的那个感受里头去 那种情绪状态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能量 你的精气被他都给吸收去了 所以我们其实一个很好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我之前有一期影片我也跟大家说过 我们不要轻易地陷入到别人的这个因果业力纠缠里头去 就是无论我们周围的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他跟你说什么 你都接应一下 你可以接应 我们人生在世 在这个三维世界里头难免交流 你不交流 人家就会觉得你格格不入啊 是不是个呆子 你可以交流 没有问题 我们就跟常人一模一样 我们只管去做交流 只管他来了 我们就接应 他给我们什么 我们就接应 但是有一点 我们接完之后 我们就好比是这个杯子 我们拿这个杯子 我们来接一下 但是杯子里边不要有底 你有底你就不断地接 你接满了 这全是负的这个能量 对吧 你不要接 这个杯子底下不要有底 你接应了之后啊 你就让它过去 你就让它顺过去 这样呢 我们就也不排斥 我们就也没有这种排斥 相抵触的这种力也没有 对吧 我们通通没有 不要抗拒 不要去分析 不要去思考 不要去这个 把它这个存住 而是让它划过去 就让它顺过去 就好了 所以我们接应一下 然后别人说 嗯嗯嗯嗯嗯嗯嗯 就这样接应一下 对吧 接应一下 你不要走心 不要让它进去 不要让它住在里头 不要走心 不要住心 就让它划过去 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只要我们这个不把它留住啊 我们只是接应一下 就让它过去 我们不回应它 所有这些人啊 当他们对我们发出来的 这些负面的这个能量啊 只要我们不去给它回应的话啊 无论是 例如是这个诋毁我们的啊 来挑衅我们的 只要不触及我们那个 所设置的这个底线 我们就不要理睬它 不理睬它 不回应它 之后这股能量 就会又回到它身上去 当然任何时候 如果是触及到了 我们的这个底线 我们该回击的 要给它狠狠地回击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说的这个回击 不是那种 我们就在路上 遇上的这些陌生人啊 就是当我们遇上陌生人的 时候 如果是诋毁我们啊 给我们制造 这些不好的这个状态啊 只要不是危及 我们的这个生命 我们能不要搭理它 就不要搭理它 能不与之产生纠缠啊 就让它过去就好了 这个我之前也跟大家比喻过 对吧 你在一个独木桥上 对面过来一个 刚刚中了亿万 这个乐透的人 然后这边是一个 一贫如洗的一个乞丐 你说这两个人 谁先让啊 那肯定是那个 刚中了亿万 这个乐透的那个人 先让这个乞丐 对吧 因为乞丐一无所有 反正它掉下去无所谓 但是那个家庭没满 然后又刚中了 这个乐透的人 那掉下去就太不值了 对吧 所以你想想 你要不要跟那些人争 你不跟他争 你就让他过去就好了 但是呢 如果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 一些同事啊 一些友人 当他们挑战我们底线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狠狠的这个痛击 让他知道啊 我们的底线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么做 也是为了可以给我们营造一个更好的这个修行的环境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一劳永逸 你这样他知道了以后 他以后就不敢再轻易的触及我们的底线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无论是这些任何的人啊 我们在跟人这个交往的时候 对方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参与进去 那他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 即使你知道啊 这个对方正在这个信头上 正在这个火苗子刷刷的 正在网上冒的时候 你不要去浇灭他 你就让他自己去感悟 去经历 去感悟就可以了 不要介入到别人的这个因果业力纠缠里头去 我们的能量啊 就不会得到这个消耗 对吧 就是我们少管闲事 就这么简单 少跟别人的能量 陷入这个纠缠在一起 当我们任何时候遇上这个人了 你感觉这个人很负面 感觉这个人不对 或者感觉这个场合啊 这个环境不对 我们立刻就找个机会离开那个地方 我们找让我们感觉舒服 感觉疑人的这个地方 所以任何时候都跟着 跟着我们的这个感觉走 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真正能够让自己达到清静状态的人 都是极具智慧的 这个时候我们不会对别人再产生期待啊 不会想着 别人要理解自己啊 认可自己啊 并且任何事情啊 不用向其他人解释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就做到了不与之纠缠 一切都是这样 你看很多弱势文化的人啊 我今天为什么晚来了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不停地解释 做个什么事情也要给对方解释 总要找一个旅游 找一个借口 给自己一个台阶 或者怎样 对吧 不停地解释 而真正的这个强者啊 强势文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不解释 他就这样 不与之产生纠缠 那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做到这个状态 我们不跟人纠缠了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是外化而内部 我们之前反复地说过 对吧 我们外在地做一个 就是接应 做一个接应 但是我们的内在心是如如不动的 我们还是不受情绪 别人情绪啊 他们的思维的行为的这个引领 而是外在的 我们做一个这个 外在的这么一个举动就好 让他看到啊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就好了 但是我们不与之产生纠缠 不受他们的这个引领 我们的能量就不会受到消耗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大家记得这个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 之后的更新 同时记得会去看我之前的其他的影片 还有就是在评论区 也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修行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遇上了哪些啊 这个想不明白的这个事情啊 都可以在评论区 这个把它写出来呢 之后我都会通过影片 意义跟大家做出这个回应和分享 那么下期再见